哈囉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五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225講 MBTI MBTI是算命娛樂還是性格測試 假如你有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可以去夏威夷旅行五天事業 你會怎麼樣安排你的夏威夷遊程呢 是選擇選項A 訂一個詳細的日程表 計畫好每天早上去哪邊玩 中午要在哪邊吃飯 下午去逛哪個景點之類的 然後不斷的推敲時程與安排 好保證在這五天事業裡面 不會漏掉任何一個重要的景點 然後才會出發 還是選擇選項B 不訂任何的行程表 只管帶足夠的錢 這五天就隨性遊玩 遇到不喜歡的地方就立刻走人 遇到喜歡的地方就多待一點時間 甚至是住下來享受 好問題來了 你覺得你是會選擇選項A還是選項B呢 沒關係 不管你選擇是選項A還是選項B 都可以再拿這個問題去問問你身邊的其他五位朋友 問完之後啊 你會突然發現 哇哦天啊 這個人居然會喜歡這樣的旅行方式 真是太不可思議啦 是的 你會發現啊 人與人之間就是那麼的不同 這種內心底層的差異 從1920年開始啊 無數研究者 包括著名的心理學家 容格在內 就開始猜想 性格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明確的分類 這些猜想 有些幾乎等於算命 比如星座 有些猜想 只是飯後餘熱 比如血型 但確實出現了一些基於統計學的 相對比較靠譜的猜想 比如DISC啊 九型人格啊 B5啊 和MBTI 留論老師說啊 這個留論五分鐘商學院 不是心理學院 今天我們不談性格分類是否足夠靠譜這個話題 我們只談 如何利用這些比較靠譜的性格分類工具 做好與人相關的管理 我們只談 被世界五百強公司用的最多的 MBTI 什麼是MBTI呢 MBTI中的M 是美國心理學家Miles B是他母親Briggs TI就是 Type Inditech 類型指標 MB這對母女 在1940年代 根據榮格的理論提出啊 人的性格有四個基本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心理能量 其中外向的人代號E 他們可以從人際交往當中獲得能量 而內向的人代號I 他們可以從安靜獨處當中獲得能量 第二個基本維度是信息獲取 實感的人代號S 他們用五感理解真實的世界 直覺的人代號N 他們用第六感理解抽象世界 第三個基本維度是決策方式 思考的人代號T 他們用邏輯客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而情感的人代號F 他們用情感和價值觀來面對決策 第四個基本維度是生活態度 判斷的人代號J 他們喜歡控制 喜歡透過結構與組織 來控制身邊的大小事 來控制身邊的大小事 知覺的人代號P 他們喜歡開放和探索 生活比較有彈性 面對感興趣的事物 會更加自動自發 這四個維度 每個維度兩種傾向 構成了16種性格的類別 比如INFP 對於這裡面分類傾向 絕對沒那麼嚴謹的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更多的參考文獻 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今天這影片 就不過多的詳述 它的原理原則了 好 我們回到這一開始的案例 為什麼 有人一定要做好計畫才出發 因為在生活態度的維度上 他可能是J 判斷型的人 而且喜歡控制 喜歡把各種計畫都規劃好 而另一些人走到哪裡 玩到哪裡 比較隨心所欲 則可能是因為他們是P 知覺型的人 他們喜歡開放探索 而且對於時間的安排 也更加有彈性 更願意花時間 在自己感興趣的事務上 好 說了那麼多 那麼NBTI對管理 到底有什麼樣的參考意義呢 如果你上網去查 你會發現 有很多NBTI的線上測驗 另外你會發現 NBTI提供的真正測驗 以及 一些NBTI認證過的講師 所提供的測驗和解析服務 所以 如果你對於這套工具有興趣 你可以試著尋找一些 NBTI認證過的機構 又或者他們認證過的指導員 來協助你做這個測驗 但就必須要說 需要一些費用就是了 而在這些正確的指導之下 你就可以給自己和員工 做一次精準 而且正確的NBTI測驗 聽到這邊可能有人會問 那我不想要花這個冤枉錢 我直接上網找這些測驗來做 可不可以呢 留言老師說啊 因為NBTI是 字數式的答題 如果沒有經過正確的指導 你可能會按照理想的自己 而不是真實的自己來答題 這樣跑出來的結果 是不具參考意義的 好 假如你真的去找認證過的機構 或者是認證過的指導員 來協助你做好這份測驗的話 你將會得到一份 類似INFP之類的測評結果 拿到這個結果之後呢 你就可以 第一 了解自我 一位華盾商學院的同學發現啊 華盾的人很多都是ISTJ 或者是ISFJ 這些SJ的人 也就是用五感理解真實世界 以及喜歡控制 喜歡用結構化組織化的方式 去讓生活更加有條理的人呢 他們更加適合做金融 以及會計方面的工作 而當你夠了解自我 而當你能夠做對你來說 最自然而然的事情的時候呢 你將更容易在前進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啊 再來第二個 MBTI在商業上的參考意義是 可以知人善用 IBM和微軟一樣 是成功運用MBTI的公司 他們早期開拓印度市場業務時 沒人願意前往 後來他們針對不同MBTI性格的人 採取不同的動員策略 比如對IFSF 也就是內向情感 外向實感型的人呢 就渲染印度璀璨的文明 和自由發揮的空間 而對那種ETNI 也就是外向思考 內向直覺型的人呢 就強調升職加薪和能力提升 最終IBM完成了這項工作 知人善用啊 是用適合的方式和適合的人溝通 讓大家選擇去做最適合自己的事情 最終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啊 雖然前面說啊 最好去找MBTI認證過的機構 又或者是說他們認證過的指導員 來做這個測驗 可是由於我住在台南 那網路上查到的蠻多的資料 要不就是香港的 要不就在台北 而且費用又不便宜 實在很沒有那個動力 專程去做一次這樣的測驗 所以我還是上網找了MBTI他們的網站 做了他們的一個小測驗 測驗出來的結果就像這樣 INFP 調停者 那這個測驗結果說啊 調停者的人格類型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總能夠從最壞的人和事物當中 找到最好的一面 並且想方設法讓情況變得更好之類的 我是覺得這個簡單的報告 有些部分是很像我 有些部分好像沒有那麼像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有沒有 你也可以拿出手機掃描畫面當中的QR Code 去這個網站測驗看看喔 MBTI是一套性格分類工具 它把人的性格分為 心理能量也就是外向E和內向I 以及信息獲取 實感S和直覺N 以及決策方式 思考T和感情F 以及生活態度 判斷J和知覺P等四個維度 即衍生出來的16類性格 在管理上 MBTI被廣泛用於了解自我 知人善用 但我們還是要記住 MBTI不是演繹 是歸納 我們對性格的線索還是很淺薄 可以用MBTI作為參考 但不要迷信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R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華爾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